发生什么大事?中国网友集体给美国大使馆上课。 这几天,at 美国驻华大使馆! 的一条微博,把众多中国网友都气坏了。 2月28日,该官微发布了一条官于战争中动用化学武器的现象依然存在的微博,其中有一句话引起网友愤怒,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,World War II,虽然是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战争,但敌对双方都没有使用化学武器。 。 转自铁血社区。 httpbbs.tmxu.net post129232211.html。 。 2. 。 5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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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官方微博账号上更新了同样的内容。 转自铁血社区。httpbs.tmxu.net 以上使馆,731部队了解一下。 许多网友自发给他们上起了历史课。 转自铁血社区。httpbs.tmxu.net post129232211.html 多年来,众多关于清华日军使用生化武器的罪证陆续被公之于众。 在日本,一些有良知的团体和人士也正是事实。 转自铁血社区。httpwww.tmxu.net 2017年8月13日晚上9点至9点49分,NHK播放了一期特别节目《731部队的真相》,发掘了日本731部队超过20个小时的认罪录音,完整还原了这支部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。 731部队员承认将泥烂性毒气用于人体实验。 一些日本民众看过纪录片后权重地表,应知是历史上真实存在于人间的鬼。 今年1月21日,NHK又播出了纪录片《731部队》,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,详细揭露了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秘密进行人体实验,研发细菌武器的丑陋罪行。 转自铁血社区。 httpbbs.tmxu.net 中国军网报道,据统计,日本侵华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,人类战争史上使用化学武器最频繁,最广泛,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化学战。 其中有确切时间,地点及造成伤害情况记录的就多达1241例,使用地点遍及中国的18个省区,造成我国20多万人伤亡。 尽管有这么多人在摆事实讲道理,美国驻华大使馆依然发布如此罔顾事实的微博,而且截止目前,这条微博仍未删除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